大家好 今天是5月27日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是美国的阵网降室纪念日 也就是我们说的烈士节 全国放假一天 本来呢 中央电视台流星和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 翠西里根是要在今天别动的 由于放假呢 排在了周三晚上 上一次呢 我关于这个世界呢 两人的背景 手回合的评价 以及未来的变弄的分析 做了一期视频以后呢 反省还不错 本来我是一个新开的YouTube视频来目 也没有什么关注 但是呢 那一次节目的点击量 还是相当满意的 那么呢 我再做一期 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最新的情况 主要呢 是我得到了一些可以说独家的最新的内幕 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这次辩论 应该是中国方面设的一个套 有意为止 来吸引这个女的进行一场辩论 借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来宣扬中共的政策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人说你在美国 你怎么找到这些内幕呢 我呢 在出国以前 是在北京万维大学 国际新闻传播任教授 做了八年主任 当时呢 这个专业呢 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专业 我是2012年到14年的中国新闻奖长江套凤奖的评委 这个假象呢 有点类似于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吧 但是呢 当然不能 这个完全不能比呢 因为那个是一个独立媒体 自由媒体的一个假象 这个假象呢 是中国官方办的一个假象 而且所有的媒体呢 都是官方媒体 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党来控制 党来领导的 里面有五六十个评委呢 绝大多数呢 都是这个各个省市的外宣 宣传部的官员 以及呢 各大媒体的老总 总别社长 像这个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等等 人民日报 当然为了标榜这个客观公众 学术 也邀请了我们五六个教授 专家学者作为评委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是2017年 以这个传媒和大众写作的这个 接触人才移民 美国的 美国的移民局呢 只用了七天 就批准了我的申请 在移民局公布的接触人才移民条件里面有十项 只要你满足了三项 就可以申请 我是满足了五项 这个中国新闻奖 查江 涛奉奉奖 这是其中的一项 因为按他的规定说 只要你担任全国级以上的 这个 奖下的评委 这是一个条件 另外呢 我也说2012年 美国国务院 要求的全球未来领导者访问计划 这个传媒项目的这个被邀请者 来了美国政府邀请来考察 他的媒体的政治 所以呢 对中美媒体呢 都有一些了解 这也是我 这个申请移民的第二个条件 就是美国方面的邀请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 比如说我在国内外 特别是英语的这个主流媒体 都有蒙扎发表 等等 那么由于我作为评委呢 和这些媒体的高层 有一些来往 即使是来美国以后 也通过社交媒体 有一些联系 另外呢 我在做主任期间呢 培养了这个大量的学生 进入中国这个外宣媒体 包括中央电视台国际部 当然这是我很痛心的 本来我希望他们做一些 真正的自由的新闻媒体 到外媒去 但是呢 中国媒体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特别能解决户口编制 这个就不多说了 他们进去以后 这么多年 有些都做到中高层 特别是业务骨干 所以呢 也有一些了解 这个事情呢 现在看来是这样的 就是 首先呢 上周 翠希里根播了这个节目以后 很快呢 就被 这个 中国中央电视台 刘恶欣他们看到了 当然在节目里面呢 很快的啊 当然翠希里根一看也好啊 这个回应说 周一不方便 这个我们放假 没什么人看 另外一些团队啊 还要双方的导调做一些协调交通呢 后来说话就定在了周三啊 这个就很奇怪了啊 为什么中央电视台一个官方媒体 一贯的一个官僚化程序很慢啊 而且向来都是缩头乌龟 只讲自解的啊 很少跟人去正面的交锋啊 回应 怎么会在这个时间啊 这么快的都是回应 而且在刘欣最后确定的 这个辩论的时候是周三 他在北京啊 他的节目都是在北京制作 然后通过全球啊 啊来发布 通过卫星来发布的啊 网上也有啊 啊他呢 在跟翠希里根的这个交流中啊 说是周三他要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周四上午啊 他要在北京他们的野波时啊 通过卫星信号 把画面啊 传到这个美国福克斯啊 新闻台这个野波时啊 两人频道一起来接线变弄啊 也就是他动用的是整个 不是一个个人是吧 我们知道通常现在啊 很方便大家做节目联系 通常用Skype啊 这个上网啊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什么卫星啊 或者有声明街做个节目 用个什么QQ啊 这微信啊都可以啊 美国开这个电视会 特别经常用这个Zoom啊 这些都常见了 但是他用这个野波时啊 就是它是一个组织行为啊 是个机构行为 绝对不是个个人行为 而且呢 以他的身份啊 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外宣啊 一个干部的一个身份 来那么快的啊 答应变弄 那肯定是事先就有安排啊 组织什么都有许可啊 就是想借这个 美国主流媒体的这个平台呢啊 通过这个话题挑起来 来宣扬啊 美国的中国的政策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安排呢 啊 我是看到了昨天吧啊 有《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啊 报道讲这个 翠秦李庚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何许人也 《环球时报》 我们知道是个很烂的报纸呢啊 上来都是 只说中国的好啊 说外国都嫉妒我们好啊 杀毒民族主义啊 忽悠这把这个 地命海星的这个 国内的啊 治帝国有的命啊 操住南海的心的这些人的这个愤怒啊 但是呢 我们作为学者有时候要研究它啊 看看它 特别是呢 呃 《环球时报》的尺度比较大啊 因为它这个 商量的民族主义情绪吧 加上人民日报的一个一个子报吧 国内的好多一些 国内的一些敏感世界新闻热点啊 中国又有一些原因 它是不能报的啊 那《环球时报》呢 所谓的高级黑 它以这个批评的角度啊 它往往可以报啊 比如说过去的中美世界的一些人权争端了 城光城世界了啊 刘晓波获奖了 啊 包括六四呢 它都可以提一下啊 以这种嘲讽的 以批判的角度 但是呢 大家至少知道有这个事啊 否则的话 其他民族提都不敢提的 《环球时报》这篇报道里面呢 我现在把这个这个崔西里根呢 整个的情况讲了一下啊 我看了一下呢 除了第一段啊 是这个 是他们自己写的啊 是一个对整个世界的一个综数吧 综合描述 最后一段呢 带点倾向性啊 对这个崔西里根啊 有个批评啊 但是整个中间来看啊 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事实 都是摘编字摘意字英文的各大媒体的网络 都是事实 讲了一下崔西里根的情况 这个倒他没有做什么评价 确实讲了客观事实 都是英文资料 也跟我上次视频讲的差不多 也就是说他们是经过中共的研究 选了这个对手 看了一个报道以后 我又跟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些高层 我就不具体讲了 还有一些外却官员 一些朋友私下聊天 从他们的话语骗远中 也能感觉中国方面是有意挑选的 这样的一个对手 就等着这个茬的 骗骗这个女的一点就着 就说这个崔西里根 所以流行马上就接上 背后这个团队 准备这场变弄 在美国那么多的这个 时事评论人 商业评论主播 记者电视台里面 为什么要挑了这个崔西里根呢 这还是跟这个人本身的特点 以及这个 Fox电视台的受众 他这个风格有关 我们知道美国有众多的电视节目 有非常多的这个 有影响的新闻主持人 脱口秀主持人 新闻时针类的 财经新闻 体育都有各种药的主播 总的来看以男士居多 而且都是相对中年以上年长的 给人一种厚重 成熟的感觉 因为这样的节目需要长期的积累 并不是靠脸 吃饭就能维持的 但是也有一些少数的女性吧 少数的女性里面又有一些 是靠这个年轻 用美国的话是性感 来吸引这个观众的 我们知道电视本质上是一种浅媒体 它不像院读 你冰冷的来看这个文字 你感觉不到别的声音图像 你就是看内容本身去思考 那电视呢 往往它会经过这个图像 你要看到这个人的形象 你可能就喜欢讨厌 其实对他讲什么 往往不是很在乎的 再加上通过镜头切换 背景 灯光 编写 有时候会来引导你 接受一个事 或者反对一个事 那么我们说翠希里根呢 这个薪酬是相当高的 晚上他的公开资料呢 有人说他身价2000万 有人说他身价1000万 收入呢 有时候是1000万的 也有时候一两百万的 反正是相当相当高的 那么为什么老板要 要花这么多的钱来聘她 而且她这个节目有什么特点呢 我之前讲过 她实际是富家女子 一直上的是美国 有200多年历史的 尼哈布什州的一个私立学校 一年的学费 高中在那里读了四年 一年的学费是五万多美元 相当高的 高中毕业以后 他又选择到奥地利去学声乐 就是学才艺 之后回来呢 又在博士顿 上了一个 类似于音乐学校 又选了几年音乐 24岁的时候 通常 正常人24岁大学早都毕业了 是研究生都毕业了 如果你18岁上大学的话 24岁的时候上了这个 美国最著名的啊 之一的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啊 在纽约 学的是历史啊 美国的大学 我们知道有好多传统啊 这个 他都申请制啊 特长生啊 他大量的招特长生 体育文艺的特长等等方面啊 以及这种在其他方面啊 竞赛啊 或假的啊 学习好的他也招啊 甚至最近不是爆出这个丑闻 你要正常的捐款啊 他也招啊 给这个学校啊 但是你要通过其他的手段 贿赂 被招进来 或者做假 才要发现会比较麻烦啊 因为他不像中国说 有统一的高考啊 他都是各个学校 单独的接受学生的申请啊 根据你高中的成绩啊 你才要的社会活动啊 获奖啊 文艺体育各方面 那么这位女士崔西里根招呢 我估计啊 很可能是由于她的一些才艺啊 她的一些影响 她除了有这个音乐方面的特长以外 她最主要的是1994年啊 22岁的时候呢 她才代表这个 她参加了美国的选美比赛 她当时在他们这个州啊 她这个家乡 新哈布什尔州呢 得了这个新州的这个学美小姐啊 就是在这个州呢 得了这个冠凶 然后代表这个州呢 又参加全美的这个学美啊 就多这个美国小姐的学举啊 那这个致命度就相当高了啊 紧接着两年以后啊 她才申请这个大学啊 我觉得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特别学的历史这种专业啊 不软不硬的 也好哄啊 在国内面都是比较好哄的专业啊 最有意思的 她这个学历史的 这个专业啊 出来以后呢 就到了这个著名的高盛 投资银行工作啊 这个专业离得比较远了吧 你看 我想别人是不是也看中 她这个才艺啊 下帽啊 等等 很快一年以后 她就进军媒体了啊 来做这个才艺类的节目啊 我觉得这个跨度比较大啊 学历史的 而且上学也比较晚啊 中间有学美最后 做这个才艺类的节目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每个人的这个特点特长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看她节目本身啊 这几年呢 也是争议相当大的啊 最有名字就是2018年啊 她在这个接着这个川普的话来批评委内瑞拉啊 说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啊 怎么怎么样啊 不好的时候啊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这个非常复杂啊 非常模糊的概念 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理解不同啊 啊 中国当然也自称社会主义了啊 甚至认为是这个 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啊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我们知道 委内瑞拉号车也要搞社会主义啊 特别是像德国啊 北欧国家 瑞典丹麦丰兰兰啊 这是有名的社会主义国家啊 叫民主社会主义啊 都是非常好的啊 其实社会主义呢 在欧洲啊 在社会上是非常有传统的啊 有相当多的这个社会主义政党啊 来执政 他们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强调这个社会公正 公平啊 劳工保护 人民的这个权利福利啊 等等啊 他倒不强调欧洲的社会主义 政府主义并不强调一下中国的非得公有制是主体的 或者公有制控股的啊 在欧洲的社会主义 大大的仍然是私有企业啊 他更多的是通过社会这个税收啊 分配啊 以及福利安排啊 来给大家获得一个相对起点上的公平这个机会 所以美国呢 由于各种原因 他是个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啊 他是比较反社会主义的 所以崔喜在这个节目里面呢 他就啊 说委内瑞拉的时候 他就扯到这个丹麦 说丹麦呢 只由于搞社会主义 人人呢 都是为政府上班 这个也不干什么事 人服于事 另外由于教育免费呢 人人都赖在学校不毕业 反正教育免费就上下去 劳动效率啊 很低 等等 对丹麦进行的一些污蔑啊 因为他这个节目影响大 一发表以后 整个国际社会啊 炸了音了 特别是丹麦的高级官员啊 媒体非常的愤怒啊 他对丹麦的污值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知道丹麦是啊 包括瑞典啊 丹麦 这个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啊 不仅是经济 劳动生产率 就业率 公民的基本素质 教育这边 百欧的某新闻自由程度啊 人居环境啊 等等方面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啊 推特上有好多这个啊 民主人士 反共人士啊 他们流亡啊 不管是通过泰国中央还是怎么样 好多也都是被丹麦啊 来这个给他们政治庇护啊 在那里进行安置 所以丹麦是母主意义上 是是设计上发展模式最好的 其他国家能不能复制另外一说 但是确实是非常好的啊 绝对跟他理解的社会主义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丹麦这个媒体啊 政府非常愤怒啊 列起了大量资料 讲丹麦在这个人民幸福指数啊 教育率 就业率 劳动生产率方面来的指标呢 对他这些驳斥啊 后来呢 那个颇与压力呢 这个 这个崔西里根呢 也是相当于盗窃吧 他就是说 这个 他可能误解了这个丹麦的情况啊 他认为 向北战令人这样的啊 这个 刚靠福利啊 靠这个什么 搞这些社会主义呢 可能会把国家带下灾难啊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生产 搞靠福利啊 税收 高税收啊 也算这个 不正式的盗窃吧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从这个事情来看啊 实际上这个女士呢 她在做节目的时候 经常是这个 信口开河 东方西车 对于好多事情 并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一个深入的了解啊 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 2015年的时候啊 美国有一个 有名的 飞夷导演 就是黑人导演啊 叫做派克黎 他呢 在网上 一个众筹网啊 发起了一个项目啊 要筹集150万美元 给他非洲的这个 原来的国家啊 弱势群体呢 这些帮助救护啊 需要 筹一些钱啊 然后呢 他被邀请到这个 崔西林的节目呢 进行采访啊 结果这个女的 压根没有做 任何的这个背景 上来就问说 哎 你这么有钱 还搞政筹吗 有什么意义呢 你最好把这个节目 这个政筹项目撤了 结果弄得这个人 就非常神奇 你和我第一次见面 你了解我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在谈话过程中呢 他经常 打造别人的发言 觉得非常的傲慢 狂妄 所以这个人呢 就最后就退出了啊 普华尔赛 说你这是有意的黑我 这根本不是一个 一个可观的一个采访 当然了 这样的节目 好多人是爱看的 为什么呢 他有争议啊 满嘴跑火车 特别是 这种挑衅似的 冒犯似的采访 有时候会混云 一些戏剧性的冲突 作为观众呢 爱看 我们知道 美国的电视媒体 都是私人的 美国只有政府办的 就是美国之音 和自由亚洲 自由欧洲这些电台 对外寡播的 普通美国人是不看的 剩下的主流的媒体 自己报纸都是私人的 私人呢 他为了这个收视率啊 这个各方面啊 也有好节目 有时候 为了这个吸引观众 华尔赛 因为他不受政府控制嘛 那他们的言论 自由尺度是加拿大的 有时候呢 故意 请一些有争议的人 主持啊 主播啊 一些 大家感谢的话题啊 甚至通过这种 戏剧性的冲突啊 来挑逗这个观众 好看 所以我估计 这个Fox News的老板啊 花几百万啊 也有说上千万的年薪啊 来聘翠西里根 其实就是看中啊 他这个说话啊 刘欣在批评他之后 说他说话非常的煽情 Emotional 那他自己说 我就煽情了 怎么样啊 这种煽情啊 就像这种朱军啊 什么这种动作让你哭吧 它确实有效果 所以请他呢 我估计很大程度上啊 是由于 他第一年轻漂亮 玄美小姐啊 现在四十六七岁了 也确实头发依然 啊 这个漂亮 另外他在做节目时候呢 非常挑衅啊 有流行的话说 这个双眼冒着怒火啊 经常呢 绿绿头发啊 扫手弄姿的 你去看他的视频 一定是这样的啊 我看了好几期 他英语说的非常好啊 这不用说了 这母语 但是呢 非常碎片化 更多的通过一些形体动作啊 一些咄咄别人的气势啊 比如说弄弄头发啊 这个眨眨眼睛啊 他那个闭眼啊 金发闭眼 我不知道呢 眼睛是美瞳啊 戴的一种 隐形眼镜呢 天生的啊 头发是这种 软的金黄色啊 长长的非常漂亮性格 玄美小姐 加上在镜头之前 这种柔光高光一打啊 写的这个 非常年轻啊 根本不像四十多岁的样子啊 就是这个节目呢 非常吸引人 因为她是雪美小姐出生 又有这个唱歌的才艺 有年轻漂亮啊 至少是看起来漂亮 而且最主要的是 她这个 节目受众啊 我们知道 她是在被福克斯电视台啊 叫狐狸电视台邀请的 狐狸电视台是在美国 几大电视网里面啊 唯一的一家偏右的啊 国内把它叫做偏 美国叫偏右啊 就是右派 或者叫保守派的媒体 他面对的这个受众呢 主要是支持川普的啊 就是美国的这个 制造业工人 产业工人 农民啊 就俗称的红博子这些人 他们在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啊 由于这个美国 制造业相对的落后啊 他们好多都失业了啊 收入也下降啊 那么川普呢 上台以后啊 答应给他们 重振他们的就业 找工资啊 所以这些工人 农民啊 这些人呢 就喜欢看这样的节目啊 而且他们说白了 普遍文化程度啊 理性分析逻辑能力会差一些 说白了 电视就是看形象 他们觉得第一 这个你的形象非常好 第二呢 这个说的话题啊 都是为他们利益代言啊 在指责别的国家 瞧了美国人的饭碗啊 所以他们特别爱看 加上呢 电视节目 宝拉就是前媒体嘛 大家都是娱乐似的 看完哈哈一乐 谁愿意去动脑 就想背后那么多来龙去脉 所以这个老板聘趟 我想也是这个考虑的 而这个女的的特点呢 如果你看了一期 她确实是这样啊 她并没有很好的 这个学术素养啊 美国有一个评价媒体的 这个网站 叫做Radio Facts啊 曾经也指出过 她这个缺乏认知啊 傲慢 做事不专业啊 就他们有好多 背景的调查 往往通过这些的形象啊 这个一些肢体动作 表情啊 来吸引人 利用这些进攻性啊 有争议的话题啊 吸引人 所以在这次节目上 她说中国啊 手下引用的数据就错了啊 说是中国啊 这个偷了美国六千亿啊 每年偷六千亿 每月的这个知识产权啊 由于这个造成 美国这么大的损失啊 但是后来我们说了 这个数据是有误的 这个是一个调查机构的研究 它不是针对着中国啊 是针对着全球这方面的损失 另外呢 她这个倒下也不对啊 她说由于中国的危险啊 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由于中国的这个 知识产权偷窃 经济增长 对美国的安全造成的危险 这个你让中国人啊 这次理性的美国人 也不能接受 你应该说中国的这种模式 比如说低人缺的模式啊 低工资这种啊 低人缺的模式 雪害工厂 对对全球啊 或者对美国的这种公平竞争 构成的危险 你不能说是啊 中国增长了 就对你这些危险 那难道我们就不能增长了吗 啊 中国人永远就只能 给你提供这个 廉价商品啊 所以她的好多啊 看法 你如果去在推特上 看她那个下面的 英语留言的话 其实相当多的美国人 对她是批评的啊 当然了 中国人由于她 好像是由于对共产党不满嘛 替她们出了气 对她反而是鼓励的 啊 所以在那么多的啊 美国的啊 时政评论人啊 新闻主持人 财经主持人里面 中国政府啊 有意的 他们也在看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有点影响啊 就挑中了她啊 挑中了她呢 所以她一讲约战 那么马上 第一时间就答应 中国这个团队啊 肯定就开始用作啊 准备这个节目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很值得期待了 周三怎么变啊 中国这个人才 我们讲啊 啊 崔习里根和刘欣 比起最大的优势 就是新闻自由啊 他不像刘欣 是这个在官方媒体 我们说官方的喉舌 啊 一整套的模式啊 来来为中国政府说话啊 他的最大的自由 就是说最大的优势 就是他是新闻自由的 对于媒体啊 但是有时候 新闻自由的 就导致了他 想说什么 就是说什么 信口开河 中国的这些人啊 啊 你并尽管说是 这个有这个体制的缺陷啊 不自由 说话也不由衷啊 有时候甚至是 念搞的机器啊 但是就在一个 具体的人身上啊 或者说在一些 具体的事情身上 倒不是那么简单了啊 我们说刘欣这个人啊 能在大三的时候啊 1996年啊 能以一个非母语的身份 参加全球的啊 在英国举行的啊 英语业家比赛 啊 有38个人参加啊 相当多数都是英语 是母语的大学生 他最后能得到 演讲比赛的冠军 那他一定有 他个人之处的 而且南京大学 也是中国非常好的大学啊 啊 我知道我们的好多啊 学生啊 由于各种选择 毕业以后 记录这个中国的外宣媒体啊 你说这些人 有些人呢 是为了一个饭丸啊 有些人呢 可能正信中共这一套 因为他都说得到好处 你说这些人 坏有可能啊 良心大大地坏了 但是你说这些人傻 那可真不傻啊 就像胡锡进这些人 你以为傻啊 可真不傻 他这个设置议题啊 玩弄媒体操作市场 你看中国现在报纸都卖不动了啊 就他的环境说 报卖的还不错 飞机上一发啊 好多人啊 好多人啊 都去巧合去看 所以我的那些啊 学生也把下留心啊 这些的专业能力 业务能力是啊 没得挑的啊 只是呢 由于中国的这种体制啊 或者他干这个饭 饭碗啊 必须要为这个辩护 所以他们呢 平时也在研究这个媒体啊 看美国媒体 按照你中国的外宣 都是自说自话啊 在国内老百姓 看不到也看不懂啊 国外呢 花了这么多钱 人家说你这是官方的媒体啊 政府花钱办的 没有公正性 所以横手的影响 你从这个 怎么说呢 你从这个推特讽刺 就能看出来 但是这次事件呢 对刘欣他们抓住这个契机 以后非常有利 很快他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只有一万一千个推特讽刺 这两天啊 仅仅这两天 一下就找到了快三万啊 我昨天看是两万七八吧 马上就到三万了 说他们想通过这样的世界 本来没人看我们的媒体 看我们的节目 也没人关注他的讽刺 哎 他就我们叫做新闻碰瓷 通过抓住美国媒体 节目这个破绽 特别抓住这么样一个 一个女主播的一些 一些缺陷或者特点啊 业内人是普遍认为 这个女的啊 我们不能说 其实你去说什么 凶打无脑 他叹 确实她呢 就是说 说话比较感性 情绪化啊 那种动作表情 和一些夸张的肢体语言 一些一些有争议的话 来吸引大家 但是他这个逻辑思辨呢 因为他是学历史的 从小学艺术的啊 这个逻辑思辨啊 资料调查啊 以及跟一些分析方面 确实有所缺憾 那么中国呢 就抓住他这个啊 新闻碰瓷 一呢 是驳斥他 另外呢 借他的平台 来学扬这个政策啊 我不知道这个 现在来看 就是周三是在中国的野博史来播啊 我估计两种情况 要么两别同时直播啊 因为中国的啊 有一个CCTV News啊 英语的经文 中央电台也可以直播 或者说中国录播下来啊 录下来 再找一个别的时段播啊 因为这个东西也并不是什么 政治人气话题 没那么敏感 很可能啊 两边要么同时都能看到啊 要么中国大家都会录播啊 不过是由于英语的节目啊 普通人必定能看懂啊 很可能中国会打上字幕啊 不管怎么说啊 这个节目啊 周三啊 北京世界周四播出以后啊 我可以再给大家啊 这个进行一下点评 结果这个其实预测没有太大意义啊 因为双方都会说字节获胜了啊 特别是各自有支持者嘛啊 他事先就有个判断啊 说你认为他赢了 他认为他赢了 这个没什么意思 但是呢 如果内行看萌道 你去看每个人的这个语言表达啊 这个不仅仅看你的语言语调流利程度啊 更多的看你的语言的内容啊 你有没有数据 有没有资料啊 逻辑是否严谨啊 推理是否严密 这个东西很重要啊 另外你是通过语言啊 内容本身了来去说服别人了 通过一些气势啊 通过一些动作啊 表情来 这个大家都能看出来的啊 所以呢 根据我啊 跟这个中央电视台啊 一些高层啊 可以在里面 国际部里面有相当多都是我的朋友啊 要么都是学生啊 根据他们的私下了解 其实中国啊 就设了一个套 就等着这样的一个女的来 扑上来啊 而且这个女的开始的表演也很有意思 啊 怎么现在对准我了 就是我 我就理性了 我就那个情绪化了 怎么样啊 所以他一看也属于那种 一扑就上了 刚好呢 你跟你流星比起来 两人的台风是不一样的啊 中国这样的 有时候个性化的表现少一点啊 除了娱乐节目 你可以表现的非常个性 在时政啊 最近节目相对是比较 啊 庄重的啊 我在推特上用了一个庄重 有人有人这个反对啊 我这个庄重就是个叛逅 他就是严肃嘛 另外有个那个大义凌然啊 我不喜欢大义凌然啊 这个应该叫大义凌然状啊 我觉得是个反义词啊 这来来来来 我不喜欢留下那个情况啊 特别他 都知道代表这个 政府啊 代表人民 怎么怎么革命会较劲啊 但是我在我的此点 像这个大义凌然啊 包括德义双星 这都是一些 一些一些反对用的 来来调侃 来嘲讽中国这些 所谓的人民艺术家啊 什么这个记者啊 等等 猴使啊 但总的来说 他是 不管是这种 媒体的用作形式啊 主要点是 遗产他的把关啊 雪人啊 另外呢 他自己本身这个素养啊 就在这个事情上啊 我们抛开 刷抛背后的这个政治啊 制度的差异啊 新闻媒体的差异等等 在这个事情上 我还是看好刘兴 因为他的 你要综合去看他们的节目啊 做一些比较 你会发现两人的差别 是很明显的啊 一个是比较理性的啊 表达着清楚有逻辑的 一个非常感性的 靠识安情啊 靠这种东安西扯啊 来信任别人 那么后来大家就问到 那你在当时在国内如鱼得水啊 中国新闻讲的评委的教授主任 怎么最后啊 大家可能以为我就写过什么 看脸看巡文章啊 什么揭露某个明星吃空想啊 那都是百度设计的啊 是一些被人放大的啊 我真正的是也就国际新闻传播啊 特别是也就政治传播啊 你如果在谷歌的设计啊 在英语社区搜索到有好多国的啊 这个文章 野弄啊 书籍啊 我几年以前啊 那确实在体制内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 但是呢最大的剧别 为什么最后到了美国呢 啊 就是由于中国 我这样的情况不好呆了啊 我是主张新闻自由的 那么中国是反新闻自由的啊 你新闻媒体要为党说话 而不是为人民说话 我是主张所谓的负能量的 阶毒批判啊 把一切罪恶啊 扯陌的暴露在阳光下 像美国媒体一样 新闻官是啊 坏新闻才是好新闻 你让大家每天看到这个坏 社会好不用你说 大家都能看到 更需要媒体啊 因为这个 不利策说的啊 媒体就像一个 麻麻大海上航行的一个 一个亮望干啊 一个一个 亮望的水手啊 底下有这个暗礁写摊 我们来去监督这个的啊 不是说啊 一片分平垃圾就管走 结果撞交了 那么呢 随着这个中国领导的变化啊 这个14年以后啊 12年以后 直接我的这个出击越来越惨啊 就是不让这个 不让当主任了啊 我就被迫辞去职务啊 后来呢 就是说你你你你这些言论啊 你宣扬新闻自由啊 特别是我绝入了一些 啊 这个独立参学 2011年独立选举 一直有后遗症 他认为你是另类 加上后来又又跟一些 徐志勇啊 赵涛一些朋友同学的交往啊 就是一些新公民运动啊 的声援啊 总之这一些世界 加上整个中国最近的啊 七八年啊 政治的这个左转啊 甚至叫倒退 处境越来越难啊 我最后被登弄到 2014年弄到图书馆啊 做了图书馆理员 啊 我一看这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啊 特别在2017年 我已经敏感的预见到 习近平啊 当领导啊 不仅仅是说后来的休息 取消任期制啊 我已经改造是个长期的啊 做他一起来讲话 所以人不能改变啊 环境 但可以选择环境啊 用孔子的话说 道不行 称服服于寒啊 这个国家这个大道 行不下去了啊 那我可以坐着船 到海沙派了 去找另外一个地方啊 所以呢 我在图书馆 做了三年 图书馆理员以后啊 当时待遇还不错啊 保留了我这个 副教授的待遇 但是呢 就是得一书啊 整理书 很辛苦 做班 所以2017年呢 初了 我选择了辞职啊 就办这个移民啊 很幸运啊 也很顺利 就来到了美国啊 现在呢 在美国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 更能客观的来观察啊 中美之间的一些 媒体的一些变化啊 有人说你是中国派出了五毛啊 我的身价啊 五毛就能把我买通吗 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 推特上发了一些帖子啊 讲我在美国的一些感受啊 这个引起了好多争议啊 有个推特啊 我叫我的这个导师吧 啊 叫百丰 孟永超先生啊 对我进行批评指证啊 这个 那我也接受啊 是不是啊 人家来得比我早啊 加上人家讽刺多啊 推特上有三五十万 三十多万讽刺呢 啊 百丰曾经在这个 之前发帖子吧 在郭文贵那会 正正火的时候 他曾经发个帖子啊 说 某一年啊 当时这个郭文贵的后台 啊 就是国家学部部长马戒啊 通过别人给他带话 说是愿意花三百万美元 买通他啊 这个让他为中国说好话啊 包括给他一些股权啊 可以进出自由进出中国等等啊 啊 他呢 想着说 哎 反正是花中国的维吻费啊 中国的维吻费 不花白不花啊 嗯 他说也可以考虑嘛 啊 正在想着下一步如何进行的时候 啊 那边马戒倒台了 啊 后来也没人这个 联系了啊 这个是真相我们先不说啊 假如说啊 百分啊 我的导师呢 拿到三百万美元 那么五毛肯定是买不了我 我怎么这样得值250万美元吧 是不是啊 嗯 其实我觉得在推特上 有个很不好的这个 这是个玩笑了 有个很不好的协项 就是说 你只要不反共 你就是五毛 或者说你反共的姿势不对 啊 你不是成天喊 打倒这个打倒那个 你就是五毛啊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 每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 我在出国以后 我对中美观察的视角啊 就中国的问题成堆了 但是我离得远了啊 而且我每天生活都是美国 美国没有想象那么好啊 他有他的好处 带有好多的问题啊 比如说他的媒体啊 他的社会啊 等等啊 各方面啊 人们直说 为什么共产主义会流行呢 啊 真是由于资本主义 有太多的问题了啊 资本家非常强势啊 对工人的剥削啊 如果说中国的社会 是以一个权力说的方法 在西方的社会 绝对是有钱说的算 啊 无论从学举 还是这个社会 教育等等 一些点的问题啊 这个就不太讲了啊 另外中国作为一个 后起的这个国家呢 他的一切基本建设啊 通信网络啊 路啊什么 都是非常新的 因为你是后发有什么 美国呢 大概在在上个世纪啊 60年代 整个路网修完以后 啊 他的基础建设相当是比较差的 落后了啊 你反映在手机信号来说 中国几乎地铁里 哪都有手机信号 美国好多地方 是没有手机信号的 是吧 路呀都坑坑洼洼的啊 这个有一些路是过去收费 后来呢 收费成本就不收费了 但是现在新秀的一些路啊 像我们加州 有的好多路也是收费的 特别往机场走的啊 以及往华盛顿走的 这个位的拥堵啊 也都要减少拥堵 也都要收费的 这些人可能 作为游客 你不一定能感受到啊 我是每天能感受到的 所以我一说美国的事实 哪怕说的真的 有人就说啊 你不对 你说美国不好 就是为中共辩护 啊 这个我觉得逻辑很怪了 我只叫我的感受 而且我在美国生活啊 这两年 差不多两年 我从来没有批评过 美国的民主自由 而且我之所以选择在美国居住 也就是看重了美国的 这种政治啊 民主自由 我批评川普也不代表 川普就是美国的价值观 就是美国的政治啊 在美国批评总统是太正常了 你看几乎 所有的媒体都在批评啊 中国反而不该批评啊 批评川普不意味着就批评美国 嗯 它是个政策啊 所以我讲这个关于流星 整个这个节目啊 有些人你看好流星 就是为中共辩护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 话说过来 就说你说我为流星辩护 那么贸易这样涉及到经济利益 不仅仅是中共的问题 也涉及到每个中国的生产者 消费者 每个劳动者的一个权利啊 我有一句话怎么说啊 就是说你一个人偷 你可以负得一时 你过上好日子一年两年 你能过一辈子吗 啊 我不认为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的增长 二三年连续增长 是中国人民啊 包括每个劳动者 每个农民工啊 每个像我们教师技术人员 采业工人 付出巨大的代价啊 包括低工资的代价 包括环保的代价啊 我们采取的这个成就 这个绝对不是靠偷 啊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创造的 贡献的 是举设公认的啊 你以为光 我不排除一些企业啊 一些个人来仿冒 出之乱造 但是大量的 中国人靠努力来 来来来工作 来创造 来取得的这个成就啊 否则你 你不能想象说 中国连续二十年的增长 都靠偷就能 能弄 你看哪一个 过上复日子的人 是靠偷 能过上一辈子的复日子 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创造力 所以我对这个 崔奇里克这个评价啊 他认为他拿出一个数字图表 啊 中国过去的二十年 经济自找的呼呼的啊 过去只是美国的起升自一 现在到了美国的三分之二 啊 这一定是偷的啊 对美国造成的威胁 这个别说是共产党 任何一个普通者啊 劳动者也不能接受的啊 而且贸易战 你难道认为 真的能对中共的统治 造成一个威胁吗 我们看看 不管是在过去的 所谓的困难时期 文革啊 包括八九年后 那时候中共和美国 要么不做生意 是封锁的 要么美国对中国制裁 那种情况下 中国的都垮不了 受苦的只能是老百姓 普通民众 同样 现在贸易 你真的以为 能把中国怎么改变呢 反而呢 因为这个中共的这种宣传 老百姓觉得物价也涨 关税高 造成了这个失业增加 其实对中国老百姓 每一个这个消费者 就业者 包括商人 企业家 造成的损失更大 那些当官的统治阶级 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不是 同样我们在美国 因为这个关税 也造成了一些 这个零售价格的提高 经济自然要下放缓 特别股市的波动 双方其实受害的 都是普通人 川普呢 有什么损失吗 我不觉得 他反而靠这个 来删斗这些人 所以贸易战 总得有解决 这个所谓的 党人一切自损八百 会对中国造成一些 丢脸 特别对领导人 让普通的 这个不满的人 觉得解气 但是你觉得 这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恐怕不是的 这个恐怕 还得有个长期的一些变化 特别川普对中国本身的 什么互联网自由 人权 民生福利也没有兴趣 你看他所有的谈判 迄今为止 都是关于买他的多少东西 一系列经济方面的东西 就所谓的结构性谈判 结构就不是体系 不是制度 就是在一个制度不变的情况下 对里面的这个 结构进行的停转 这个东西怎么放 那个东西怎么放 并不是对这个 整个体系制度进行 他没这个兴趣 他也没这个能力 改变中国的制度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进步也罢 问题也罢 最终只能靠自己的改变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个 媒体别论的事 也看到这个设计上的事 没有推特 没有萃起理 一个情绪化的煽动 那么简单 每个人也有 自己的理性的判断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周三编诺之后 再给大家做这后续的点评 谢谢大家